欢迎回到第三节的李奥加密堂 刚才第一节的时候和大家介绍了这个节目有些什么要看 我自己的一些简介 第二节的时候和大家介绍了究竟什么是加密货币 或者对比特币的一些小看法 今天或者来到这一节想和大家做一个interview 希望这一节比较互动一点 以及有些讨论 今天第一集的嘉宾当然是比较特别 我请到这位朋友来接受我的访问 Hello 你好 没错了 我就是请到自己来做一个访问 Hello 你好 你好 是 你好 第一条问题想问问 究竟你是什么时候去买加密货币 或者比特币 或者是在什么价钱入手的 我想我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入手这个比特币 我记得当时是在说2000多元美金一粒 我还记得当时是透过一个叫做eToron的一间公司 当时这间公司其实不是真真正正去买一粒比特币 当时是透过一个合约的形式 去一个追踪指数 帮大家去叫做一个合约 不是真正拥有这个比特币 当时是刚才说了2000多元 是说七八月的时间 其实在此之前 在2015年或者2016年的时候 我已经听了比特币很多很多次 但是都还未真正入手 或者当时都不知道有什么途径可以入手 去到7月的时候就真正买了 好了 那突然间比特币如果大家知道历史的话 都知道了 去到差不多12月的时候 它的最高位曾经是去到19000多元美金 即是说相对我的入手价 就已经是多了大概七至八倍 那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跟自己说 如果它去到五万元的话 我就会放的了 那结果大家都知道 那结果当然是没有升到五万元 那便下跌了 那 好了 那为什么阿里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对的人去说比特币 或者去做这个节目呢 好了 我自己回答了 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说到 经历过这个2000多元 去到2万元这个阶段 中间我在 当它跌下来的时候 我会和大家都一样 经历过一些比较害怕的时候 可能跌下来 1万6元 1万5元的时候 就去卖了 然后升了一点 又买回 经历过很多很多 一些高山低谷 那中间我觉得自己 就学了很多不少的经验 再说回之前的一些投资经验 就是 其实 我从小开始 可能港股 美股 都有买过的 又 最经典的一次 就是我想在2017年 或者2016年的时候 买这个Apple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 不记得是不是 Steve Jobs 刚刚死的时候 我就想 因为这间公司这么大 没有理由 全靠一个人 当时我就买入了 这个苹果的股票 当时我每一次 我想是几十元 或者一百元 当时苹果好像是一百元的时候 买入了这个股票 每一次 每一个季度 我都有看他们的业绩公布 每一次的业绩公布 其实都见到 他们的业绩很好 赚很多钱 但是那个股价 就不升反跌 这个我完全是 拗头 然后很辛苦 捱到差不多 去回一百元的时候 我就放在手上的 苹果股票 之后的故事 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苹果就升到现在 大概 如果当时没放的话 我想现在 起码有五六倍的回报 除了这方面的经历之外 其实在加密货币方面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因为我也是经历过一些很高的位置 很低的位置 甚至乎 在去年 我想三四月的时候 都经历过一些交易所走路 当时都非常非常非常之伤 经过了今次之后 或者经历了加密货币交易所走路的情况之下 之后我选择公司 或者选择交易所的安全 或者小心的程度 加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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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尝试过股票那里输钱 尝试过经历过上一个牛市 加密货币的上一个牛市 亦都试过被人骗钱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是 你要经历过一些事情 曾经输过钱 或者曾经赢过很多钱 但是没有实现 这方面 其实真的要有少少 这方面的经验 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我正正经历过这一件事 所以我经常都跟大家 就算之前那几个月 都跟大家在YouTube那里说 其实take profit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可能我们觉得 比特币可能今年的时候 会升到十万甚至二十万 但是其实我们take profit的动作 是不能去到十万才开始 因为其实很简单 我们有机会错的 我们一错的时候 就是将之前辛辛苦苦 处下来的 profit 都一元都拿不到走 其实经历过上个月的人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这个道理 这就是大概我投资的一个历史 之后我想问一问自己 另外就是 现在究竟买哪一只Coin 或者哪一个加密货币是最好的 我想和大家看一看一幅图 这幅图就告诉大家 究竟2013年到2021年 十大市值的加密货币排名 你看到在第二至十年 变化都很大很大 每一年都不同 但是唯一就是比特币 永远都在第一 所以现在你问我 究竟 想投资哪一只加密货币 是比较稳定的呢 我仍然都会和大家说是比特币的 至于其他的小Coin 或者小Token的选择 我会在其他的一个环节 或者在其他的集数 和大家分享多一点 接下来有一件事我想和大家说 就是 其实刚好 现在2021年差不多过了一半 所以我想和大家回顾一点 大家看到这幅图 就是在2021年1月1日的时候 就是我在YouTube里 和大家做的一个预测 你看到当时有五个预测 第一个就是说 有真正的大机构入场 这个已经是发生了 如果大家不羡慌的话 都会知道 Tesla买了这个Bitcoin 而刚才说的Visa 我说的大机构 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大机构 有Tesla 有一些大的基金 都有进入了加密货币的市场 第二就是国家宣布购买这个比特币 刚才都和大家看过一篇新闻 就是这个萨尔多的总统 现在希望通过一个法案 去令这个加密货币 或者比特币 成为一个法定的货币 都想说多一点点 就是 为什么在中北美洲 或者在非洲的国家 特别会成行比特币 就是因为 很多时候 他们在这些国家 都会有很多的人口 去到其他的国家 或者去其他的地方工作 很多时候 他们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 究竟出了粮之后 怎样匯钱回家 通过一些 找换店或者银行 因为他们本身的钱已经不多 那个手续费 或者时间 那个手续费 已经是很多 就是相对于比例上 还有 那个时间上 可能很久很久 才回到钱回家 所以 对于他们来说 有利用这个加密货币 或者利用这个币 去把他们的钱 送回给自己的亲人 这个方法 是更加之方便的 第三 比特币币价 足够10万美元 这个还未发生 但是 还有大概 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 我希望 这个都会发生 在今年里面 第四 就是会出现 这个加密货币的 QRApp Program System 或者ETF 刚才 都看到 在第二节的时候 跟大家看到 其实现在 已经有这个加密货币 或者 Bitcoin 的ETF 第一个我就不肯定 是不是在加拿大 但是 加拿大 现在已经有了 Bitcoin的ETF 而 最新的 一个联储局的主席 都是比较抱 这个加密货币 相信 我希望 我希望 在今年里面 在美国的ETF 都会通过 到时 对这个 加密货币的市场 的刺激 我相信 都会是很大的 第五 就是Celsius Network 全球的会员 达100万 首先 讲讲Celsius Network 是一间什么公司 刚才不是说到 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些 比较修息的公司 可以修息的公司 Celsius Network 就是其中一间 我比较早期去参与的 一间修息的公司 简单来说 你就是可以 传入你的加密货币 传入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你 赚取利息 现在的 可以翻一下 现在的利息 是说 大概 年利息 如果 放一些稳定币 我们所说的 一些美金 进去的话 年利息 是可以去到 11% 现在的银行 最多1% 都给不到 但是 它就可以给到 大概11% 每个星期 它就会给大家 像刚才那样 我都刚刚在电话里 知道 今个星期的利息 又出了 刚才说到 刚才我其中一个 最后一个预计 就是说 Celsius Network 的会员人数 是去到100万 在这一刻为止 在昨天我看的时候 他们的会员人数 已经是达到 77万多 所以 要在今年内 达到100万 现在来说 可以说是 非常之容易 说起 Celsius Network 其实 我在去年 大概三四月 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介绍给大家 当时 我也是刚刚 买了他们的 一个平台币 叫做 CEL 当时的币价 我记得是 一毫子左右 一毫子美金左右 到今时今日 他们的币价 已经是 去到 大概 7.7 7.8 这些位置 也有七十多倍的上升 其实 因为加密货币市场 是一个很初步的市场 这一类型的增长 其实也不是太过少 即是说 如果大家可以 比较对这些公司有认识 或者知道 他们在公司的 商业模式 运作模式是什么 都有机会 可以找到 下一个类型的币 平时 我在YouTube 其实都有做一些访问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看回我 上年的时候 大概9月底 10月的时候 我都有跟Celsus Network的 CEO 叫做Alex 做过一个访问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 这间公司的话 可以去看回这一件事 好了 到最后 有一件事我想问回自己 或者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未来 这一年里 究竟我觉得 比特币的币价是怎样 刚才也提到 其实我在年头的时候 也提到 希望比特币 今年内 会触及到 10万元这个位置 到现在 6月7日 现在比特币是 大概36,000元的时候 我对这个说法 或者对这个看法 有没有不同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是深信 在今年里面 最少最少最少 它都会触及到 10万美元这个位置 详细的分析 或者详细的原因 都可以在之后 和大家再分享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 我和自己的interview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今天再想和大家 说回的 或者做回一个总结 就是 希望在未来的 12个星期 在这里和大家 可以分享到 不同的 加密货币知识 或者和大家 可以一起去进步 或者甚至乎 在未来 我在6月底的时候 会举办一些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报名 是适合一些 超新手 去参加 另外就是 刚才我和大家 透露了 之后的12集 究竟会有些什么题目 到时候 就会和大家 每一个主题 去分享 还有 第三节的时候 我会希望 因为在这个台的关系 希望 未来会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interview 例如 可以访问到一些 比较 叫做 什么呢 可能是 塔罗牌的师傅 或者 风水的师傅 或者 甚至是 一些神秘学的朋友 可以想和他们分享一下 或者不是和他们分享一下 希望他们和我分享一下 究竟 他们觉得 加密货币究竟是什么回事 以他们的角度去出发 究竟 觉得 今年来 加密货币会不会升 或者会不会跌 到最后 我想和大家 多说一次 就是 其实 暂时来说 加密货币市场 那个 上落 会是很大的 大家 如果真是 决定下去 投资的话 大家都是要 量力而为 去投资一些 大家可以输的钱 和任何投资都是一样 不要一样 不要一样 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资讯 是有用的 下星期一再见 同样时间 拜拜